Sys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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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鏡框方面 最重要要留意眼珠位置 在掌握鏡中間的位置 越來得開範圍 變形區會越多 鏡框的大小 例如在這個位置方面 千萬不要離開面太多 因為一來會帶上比較難調校和不舒服 而且會影響側邊的變形 講完鏡的正面大小之後 另外側邊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鏡頭的長度也會影響戴不舒服的程度 如果太短的話 它開始不夠位置 就會戴不準眼鏡 亦都選擇一些可以調校的眼鏡框 可以讓我們容易戴得舒服 調校完鏡腳的彎度和後面的闊度之後 我們都會調校鼻托這個位置 如果是一些不能調校的鼻托 如果小朋友來說 戴會比較辛苦和會滑下來 我們都是選擇這些可以調校的鼻托 還有選擇鼻托可能戴一些矽膠的物料 讓它絕身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滑下來 最後當然也要小朋友喜歡自己本身的眼鏡 因為我們可能就算教人多舒服也好 他不喜歡眼鏡不戴也是沒用的 字幕視聴在4分之間 加入性格充足 任職最短的角度 和字幕也平均 在4分之間 zw字幕一邊 到